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为他们完婚就是冥婚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弟就是大地公民审殿的主持 大地名字叫徐凯文 也是大二伯爷的同生 明镜与世其实我们在大地公里面 是有做过一两次而已 是因为在信徒的要求下 大伯爷的指示下 我们才有办这些活动 因为一般上都很少人会有要求做明镜 明镜在古代尤其是中国时代 就会很盛行明镜 明镜在古代的时候是属于有钱人家 才有办明镜 后来慢慢的来到马来西亚就很少看到 可是在二三十年前 在医保区有盛行一个时期 就是富有人家的公子 或者是女儿不幸往生 他们都会要求打赞的那个法事 法事帮他们做一个一场简单的明镜 华人跟死人的明镜也是有 就是以前古代的时候有些是 定了分过后 还没有过门的时候 不幸的去世了 女的去世了 那么男的就决定 男方就决定要娶她回来 又所谓的娶了一个牧主 马来西亚都是生行死人生死人 然后活人跟死人就很少 其实是跟我们房人嫁娶差不多一样的 只是说所做的东西是不能动的东西 我们房人是会走动 他是全部用纸杂来代替而已 我们本地的民分会是属于一个比较简单 都是以那执杂为主 执杂最重要的就是那对新人 然后那张船 这个仪式 真正做起来的仪式是整一两个小时 因为还要去所谓的去请他们回魂回来之类 所以时间会比较长久 天色渐暗 明昏仪式的准备工作马上开始 明昏仪式的准备工作马上开始 重复画,重备工作马上开始 做移工的 我叫黃金錢 我在 衣袍 做便衣服 政策套餘來 帶點幫忙 做醫工 就好像這樣 明婚都 不會說很複雜 反而我們想 楊姦更複雜 要過大 要過大 這些就比較簡單 準備的東西 都不算太多 是平時的 水果 法糕那些主要 沒什麼特別的意思 這樣跟我們生人 都是一樣的 結婚就要有新屋 所以一定要準備新屋給他 然後要安床 所以也要準備床給他 然後那些嫁妝成的東西 一定要準備給新娘寺 這些是出界 要用到的東西 上頭那些是最重要的 都是準備一些新衣服 新鞋 要幫他慶祝 結婚是穿新衣服 但是各個身都是穿新鞋 一樣漂亮的 我扮住在下面的 準備工作已完畢 主持這場明婚儀式的大伯爺 降臨凱仁師傅的體內 大伯爺 大伯爺確認過所需的祭品齊全後 明婚儀式立即開始 儀式的一開始 由這一對鬼星人的代父母 點燃龍鳳竹 接下來 大伯爺依照鬼星人的姓名 進行召喚 為了防止運氣進入大地宮 信徒們在宮門前擺了一個八卦陣 隨後 大伯爺為所有紙紮物品 進行開光和點睛的動作 好讓這對往生新人的鬼魂 可以進入已準備好的紙紮娃娃體驗 緊接著大伯爺拋腳飛 以確認這一對往生新人的鬼魂 已進入紙紮娃娃體內 如果腳飛顯示的並不是聖飛 大伯爺就得繼續進行招魂 直到鬼魂進入紙紮娃娃體內 這是整個冥婚儀式中最重要 同時也是最廢時的步驟 依據廣東的上頭儀式 媒婆分別把龍鳳剪刀 鏡子 鏡子 子孫尺 以及扁擺 放入香灰爐裡 成功召喚到這一對新人的鬼魂後 媒婆在旁協助帶父母 為這一對鬼新人進行上頭的儀式 上頭是父母祝福孩子的一種儀式 寓意祝福他們婚姻美滿 大約15分鐘後 代父母以三杯酒 為這一對鬼新人進天地 中文字幕——YK 接着,这一对鬼星人便入洞房 洞房完毕后 冥婚仪式已接近尾声 所有的纸扎物品包括嫁妆 纸扎房子和纸扎娃娃都必须送去焚烧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认为她的心愿 托梦给她,想找回另一半 然后我们就完成了 觉得很功德梦 我最重要是感觉到很开心的 至少又搬了 不但可以搬到活人 也可以搬到死人 不但可以搬到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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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不但不过 更多的烈心 不但可以搬到死人 任何風景 開心 完成她的任務 她需要的 她需要託夢出去 给家人 我们委托 家人帮他做 冤冤的心愿 冥婚仪式的最后 助手和媒婆把酒倒成一个大圈 意味着我们凡人的回敬 与祝福 男大当分女大当家 他们在音符里面 他们的生活也是这样的 所以帮他们完成了这个坟宴 就好像我们凡人 爸爸妈妈跟孩子们 完成他们的分离 是没有两样的东西 我觉得人家帮他 ont个人的比则 这个比则是更突兴的 我在想用设访 这个比则还是更突兴的 因为每一天都对 praying 更突兴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